本节目由90玩具 Poletown Store赞足播出 有玩PTCGL的线名 可以到Poletown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线 今天的代表是新卡情报三分钟 其实就是爆克词的新卡版本 用简短的几分钟 来细说新卡的用途哪些 这天迎来的日版全卡表示出的日子 也就是今天要看到的乐园腾龙 离全卡表示出的这段期间 也登场了许多蛮有意思的卡片 就来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环境 会有哪些新玩法吧 那么在进入正题之前 还没丢的帮忙订阅一下吧 会员即使开启了 若想提前知道大当发生的卡片 可以加入来观看会员新的文章 1.暗黑球雷姆X HP230水属性基础宝可梦 第一招3无打90 入对手的战斗宝可梦为龙宝可梦 则将那只宝可梦麻痹 第二招凉水2无打250 水属性的暗黑球雷姆X 由于是球雷姆跟杰克罗姆的兵家雷组合 肯定要给他麻痹的附加效果 针对龙属性这点 环境中有多龙巴奥托X 跟累积多拉哥VSTAR 三颗无色能量来说相对灵活 不管要搭配同样水属性几机龙天能 还是高属性的金属怪都行 甚至放逐系统的幻想门 连第二招多打了出来 可简单投入在有双重温人能量的排行中 2.狂欢烂舞鸭 HP170 水属性二阶进化宝可梦 特性这记得回合 若将记得一张手牌放回牌库最下方 这可使用一次 从牌库抽卡 直到记得手牌满五张为止 招式一随U打120 类似大维莉的特性 且多的减少一张手牌 让抽出的牌变多 不过如果一张都没有的话 就无法进行补牌 现阶段感觉适合搭配 赤龙王X或狂欢烂舞鸭X 未来如果大维莉退标准后 或许能跟普隆罗姆角逐 新绿牌宝可梦的首选位 或许而已 3. 灯罩夜姑 HP110 超属性一阶进化宝可梦 特性 若这只宝可梦在战斗场 则在记得回合可使用一次 将对手战斗宝可梦睡眠 招式一草U打基本60 直硬币直到反面为止 增加正面次数乘以30点伤害 在战斗场时令对手宝可梦睡眠 相较以前面一样来说 没有这么实用 铁车队需要两颗无色能量 无法搭配紧急花瓣 不过桃属性可用补充组合滤出 且睡眠可配合 迷春节EX 好像还有这么一点希望 4. 漂浮泡泡太阳的样子 HP70 火属性基础宝可梦 第一招一火可以使用 将对手的阵斗宝可梦灼伤 第二招一火U打50 将这只宝可梦身上附加的能量卡 全部改附于一只被战宝可梦身上 火属性轻撤退无需能量的选择 虽然本身招式没火焰了来的高 不过HP70可用好好保分滤滤出 如果构足没空间放到米丽龙跟急急花瓣 且有换位需求来持续输出的排行可选择 5. 铁头壳 未来标记HP130 钢属性基础宝可梦 第一招一缸一五打基本事实 若对手的备战宝可梦的数量3至以上 则增加80点伤害 第二招一缸两五打100点 果然情报初期给了破空焰 这弹也会搭配一只未来宝可梦 未来标记除了张新的钢属性大兽 跟铁盘眼一样有着特殊的增伤条件 两颗刚能量可用简单的金属怪 或是这次一併登场的铝光龙X 而增加对方备战趋速量的方式 有配约之敌或是利加的招待 虽然现阶段还有战马兰特资当不错的打手 不过两颗能量可打120来说相对及时 且同样未来吃刚能量还有复合属性的铁射击 嗯...看来下一弹要组一副铁头壳 6. 龙头地鼠 HP120都属性一阶精华宝可梦 第一招一五打二十 将对手排库上方一张卡丢弃 第二招一斗一五打基本六十 若记得被战区有钢宝可梦则增加80点伤害 斗属性可针对雷属性跟无属性打出280 进化前有罗丁地鼠绿出动能量 感觉可搭配昌夜任鬼X或利亚卢莎X 而钢宝可梦在被战区能利用特性辅助的有 盖诺赛克特 普隆罗姆 基拉奇 狗帕鲁王 7.帕鲁奇亚 HP130楼属性基础宝可梦 招式一草一锤可以使用 造成这只宝可梦身上附加的基本能量的数量乘以40点伤害 先前有个猛雷骨科大悲战区 这只有帕鲁奇亚直观战斗场 能量需求为草跟水 可用积极龙迅速填能 草能量部分也有2个碰壁草面具X 不过只限制基本能量且一颗40 现阶段似乎没有他表现的空间 8.暴炎龟兽 HP120龙属性基础宝可梦 第一招一伙可以使用 选择一个对手的战斗场的宝可梦X 因此身上的附加能量将其丢弃 第二招一斗两无打100点 有别于一般的龙 同一招通常2种能量 这张则将能量属性分开成2招 丢弃战斗场宝可梦X的能量 一个偏干扰的定位 9.苹果龙 HP80龙属性一阶进化宝可梦 第一招一无可以使用 造成对手战斗场宝可梦身上放置的 伤害指示物数量乘以20点伤害 第二招一草一火打70 这张一阶进化其能量一无二义 相对容易养存 伤害则是依对方战斗宝可梦身上的伤害指示物来计算 想昏厥基础宝可梦X或V需要8个伤害指示物 一阶X跟VSTAR需要10个 二阶X则是11个 找到基础的基石搭手来点火并不会太难 例如古叶鸟就刚好110 你可搭配阿鹿来进行这进化链的扑场 有望组成专属的牌组 10.蜂蜜龙 HP90龙属性一阶进化宝可梦 第一招两无打50 再下个对手的回合 受到这个招式的宝可梦无法使用招式 第二招一炒一火打130 这只的宝可梦也受到20点伤害 同样肯果从进化上来的蜂蜜龙 这张则是偏向封锁招式妨碍 面对仅有一招能输出的宝可梦可有效干扰 11.魔托西EX HP210无属性基础宝可梦 太金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备战区 不会受到招式的伤害 第一招三无打130 对手一只备这宝可梦也受到30点伤害 第二招一炒一火一超打180 若希望从自己的牌库做出5张卡 新的太金宝可梦 无属性的他可用玻璃喇叭甜能 也能吃到爆炸头水牛的减伤 跟泰勒8个CX比起来 伤害量跟HP较低 教徒出这能力为 撤退仅需一颗5升能量 12.妨碍性 物品卡 对手的手牌全部翻回反面并重启 放为牌库最下方 然后对手从牌库臭围与放回张素相同数量的卡 这是一个可直接性消耗自己手牌 只有机会干扰到对手的物品卡选择 如果确定对方手牌上有上围盒抓取的资源 可使用这张妨碍性 虽然手牌的数量没有减少 不过是将原有的手牌放到牌库最下方 还是相对能达到干扰的作用 日月时有出过窥视红牌 多了先看手牌决定的能力 不过是放回到牌库重启 这张则是放回到牌库最下方 13.能量输送Pro S-PAC物品卡 从自己牌库选择任意数量 各不同属性的基本能量卡 这个对手看过后加入手牌并且冲洗牌库 能量输送了S-PAC版本 能一次将牌库中不同属性的能量全部上手 可配合图标客来打出爆量的伤害 或是博士的研究丢弃 让苍颜嫩鬼EX的伤害量上升 甚至阿罗拉耶弹术EX瞬间填完能量等 稍微可惜的是限定不同属性能量这点 不然可配合的能量又更加广泛了 14.前香果 宝可梦道具 附有这张卡的宝可梦 受到对手的水宝可梦招式的伤害时 那个伤害减少60点将这张卡丢弃 既活属性跟超属性后 减少伤害的素果来到水属性的千香果 现幻境主要为奇缘炮路奇阿VSTAR 跟二鬼魔水井灭GX 15.朵拉赛娜 支援者将近的手牌全部放为牌库并重醒 然后几次硬币 入围正面则中牌库抽出8张卡 入围反面则中牌库抽出3张卡 一个保留支援 且有机会抽出更多卡片的支援者 同样要值硬币的话 悟松虽然抽出的卡片少两张 不过还能干扰到对方 就看训练家们怎么选择了 好的 今天的介绍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 你是否期待乐远腾龙呢 都欢迎留言与大家讨论 喜欢影片的话可以帮按赞拜托 新观众也记得订阅出去哦 影片结束 拜